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你母亲是土家族 然后爸爸是汉族的 所以那时候就认识了 对 所以你一直在那样子一个环境下长大的 是 所以会有特别的风俗名情吗 土家族有他特别的风俗 是怎样 就好像说过年好了过年因为大家的风俗都比较多 过年的话就是送礼的话就是很有一个特别的 我们叫 竹筒啊 那蹄子 那蹄子 对 就是猪的腿 就是猪腿 对 是当作礼物 对 就是我们可能会叫做火腿啊 我们叫火腿我们叫就是有熏过的 鲁烟熏过的 加工过的那种 是是是是 上面会包一个那个红纸在那个猪的脚 脚上面 了解 就这样拿着 直接拿着在手上 对 就是送给亲家 对 就是送给亲家 还会在外面包装吗 没有 没有 不会 就是肉就漏在外面 对 上面有包那个红的 然后 还有一个 你说送给亲家而已啊 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去拜年的话 就是说你送给我那我也要送给你吗 你会 那大家给我 那大家送的不是都一样的东西 没有 我是小孩子的话就是给你压岁钱 哦 你是送这个猪腿 然后对方就回回回在你压岁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喝酒的一个习惯 喝完之后一定要把碗摔碎 你说只有过年吗 还是每一次 如果就是家庭中有那种很热闹的聚会啊 过世啊 生日啊 对 也会 就是有很多朋友 亲戚一起来的话 就是聚在一起 那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摔碎 如果你们有摔碎的话 你要再喝 是每一碗吗 还是最后 没有 喝完就摔了 所以你们的碗很便宜 不是 是不是很便宜 一定是 他那个碗是 不是太精致的吗 他那个碗就是土家人所称的扣碗 是用什么材料 就是很浅的就是 小小的 很浅的一种碗 它是也可以用来是针扣肉 是我们土家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特色 是有颜色的吗 有 它就是像古董的感觉 呦 像陶瓷的那种很古董 白的吗 不是 就像土董的那种很古老的感觉 所以你们家会买很多个 现在还好 因为一个晚上要摔 摔过 现在其实还好 就是之前 你说现在就没有摔杯子 对 现在比较就是 你有摔过吗 我喝酒不是很厉害 所以我喝酒 我小的时候 因为喝酒出过一次是就是一直就没有喝过酒 不喝了你就不再喝了 对 那别人可以让你不喝吗 可以啊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就不会有人强迫你 不会 只要你有讲原因 但是基本上土家人都非常好客 你不喝酒的话就是要吃肉 所以你可以吃哦 我情愿吃肉 但是我不想喝酒的 土家人有自己的语言 我们的语言可能是 都已经汉化了 所以说的会比较少 但是 我可以讲一两句了 是什么 就好跟你说 打打一波 打打一波 就打打一波吧 就是 摔了一脚的意思 哦 就打打一波吧 打打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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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摔了一波 那你好呢 你好的话就是 还是你们没有说你好 有有有 就是可能是我不会了 因为小时候是 我爸爸是汉族啦 所以他不会 学的都是比较 汉化的 那你为什么会记得这一句啊 什么摔了一脚 因为小的时候常被 常在摔脚 所以就 很妙 可是摔了也 目前还长得挺好的 可能是摔成这个样子 对 王晴其实在做歌手前是 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 对不对 对对对 在那里工作了两年 对 可是扮演的这个 你们叫角色嘛 角色 对对 很特别的 是一个内力来讲 他是叫领唱 你们有点听不懂 可能就是 他是一个 歌唱游戏内的节目 所以你要先唱 然后让别人来猜 对对对对 我来唱 然后别人来猜我唱什么 歌啊 什么歌名之类的 所以你要学的都是新歌 还是老歌为主 就是以 那个节目 很红的歌 就大家是老的还是新的 老的新的都有 儿书人详的 对 所以你那时候都是硬学的吗 硬学的 因为很多你都不会 对 就是给你之后你就要学 男的女的都要唱 没有没有 女的还是有女的 有女的领唱 对男生的歌还是男生唱 对 那 你可以唱随便一小段 我来猜 好啊 要我会猜的哦 好我唱台湾的很红的歌 好吧 好吧 不知道我不明了 我不想要为什么 我的心 我知道是五月天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歌 不叫歌名吗 好那我们就 突然唱了一句的时候 我一下就想到我 那这首歌 而且现场还要他接唱 还是只要猜歌名 就是有 猜歌名 有猜歌手 有接下去 或者是不同的奖金 对 接下去应该是最难的 没有 奖金都是你 答对一题就是 有一分 哦 就是奖金 是 哪一集 我只得到了五月天这个的奖金 没有 如果这个 如果我这个题是 猜歌名的话 我出这一题 你猜五月天你就 回答正确 五月天是团名啊 他不算歌名 就是歌手啊 猜歌手的话 你就正确 好那你再唱一个 好再唱一个 嗯想一个 台湾的 不一定啊 你唱个内地的 唱内地的 对 当幸福擦身而过 那些难过 就别啰嗦 想得越多心就越痛 不如就闪躲 再把回忆 留给过去 当作寄托 猜歌手 和歌名 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我只想听你唱歌 我只想听你唱歌 哦 他是谁的 这是王岐的主打歌 不啰嗦 你看 我就猜到你会讲你自己的歌 啊 故意不说 是是是 这是不啰嗦 对 这是专辑的主打歌 对 其实你出的这次是一批嘛 对 但是三首对 是什么机缘下可以 走出电视 然后有机会来圆 其实你有过歌唱的梦吗 我有啊 因为我从我其实从小都想做歌手 真的吗 但是因为 家庭的关系 我小时候功课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哦 就一路都在念书 对父母就希望我就是念书就好 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小 因为小时候还蛮听话的 就把这个梦想 但是小时候是因为看到谁才想要 那个时候我想 真的追星谁啊 那个时候我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 Beyond 香港的 是粤语歌吗 对粤语歌 因为那时候就是你会唱粤语歌的话 同学都会觉得哇你好厉害 真的吗 对 是哪一首 第一首好像真的爱你 那首歌真的很红 但后来是上到初中的时候 就开始改听 初中的时候有 就是同学说我长得有点像 秦晓东 哦 所以我就去注意他 听他的歌 然后秦晓东你会唱哪一首 嗯 比我幸福啊 他的歌声 在内力比较红的 比我幸福 他唱吗 ok 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 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再痛也不说苦 爱不用抱歉来弥补 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 慢慢被放出 谢谢 陈晓东的歌 那时候有听 对 所以我回家的时候 我跟我妈妈讲 我当时不知道陈晓东是谁 我说 哎妈 就是有人说 有人说我长得像陈晓东 然后你妈说我也不知道 我妈说 陈晓东谁不知道 就香港歌手 然后第二天 就是这次就过去了 然后第二天我回家的时候 我妈主动跟我讲 她说 哎 我发现你真的跟陈晓东 长得还蛮像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 我昨天去买他的专辑 他就把专辑拿出来给我看 真的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个时候是CD了吗 对 已经是买CD了 到国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听谁了 高中的时候就 学生校园的五月天比较多 嗯 开始听一些乐队的 五月天啊 就那些 就是很年轻人的口味 对 所以你那时候想要做什么样子的歌手 其实我 当时 我有一个 因为你也没有做乐队啊 我其实有耶 真的吗 但是我其实不是很专业 因为 就是有一天在校园里面 突然就有人找我 所以你也不会乐器 对 我现在会弹吉他 也是 最近才是 那时候他找你是当初唱 那个时候 他也不认识他 他就说 嗯 你有兴趣就是 玩乐团吗 他是谁啊 我不认识 就是学校里面的 就是 是大学的吗 对大学 比我要年轻 他只是看你帅吧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我 他就突然就问我 他说 你想组乐团吗 我说 可是我不会乐器 他说你会唱歌吗 我说唱歌 应该应该每个人都会 但是 每个人都会 对 我说你这问题应该问 对然后呢 唱歌大概可能都会 那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就是 玩个 乐团 我说好啊 因为当时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唱歌 有这个机会 到大学因为就是脱离父母的 管辖 因为自己可以做主 所以你就去看看他们是哪些人 然后他们做的音乐是怎么样 对 是怎样的 他们当时 就是玩那种 重金属 金属 我觉得跟我的形象有点不是很符合 然后他说那你 跟你的歌声也不符合 对 因为我不是那种 是跟Rocker那种 然后他就说那你会唱乐团的什么歌 因为当时听《五月天》的比较多 那我就唱《五月天》的好了 结果就唱了一首《五月天》的歌 然后就之后就有在一起演出 这是我就是第一次的 你就跟他们合作 对 合作了多久 合作了 然后都在唱《五月天》啊 那还唱其他的 比较流行的歌曲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在搞 他们就是因为 他们为了你要放弃 因为我的关系 他们没有搞那种 他们就便捷了 死亡金属之类的 那种 这也很奇怪耶 对啊 我相信他们应该可以找得到一个 喜欢中金属的主唱啊 但是在学校的话 我就这样的会比较 就大家接受的 还是卖脸就对了啦 也不是卖脸 就是 学生啦 就是 重口味的还是比较偏少 对 对 对 所以最后当然是透过这个电视 然后有机会认识了现在公司老板吗 对我是因为电视节目播出之后 就是可能又在网路上 有观众去留言说 喜欢我 真的 然后公司看到这一块就有谈到 发上片的问题 但是 发上片 我当时听到发上片 我就非常的开心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我就吓到 就是 十万人 连数千名 还可以 才可以 发片 结果呢 就是 去到校园办歌友会啊 然后 那时候还没有录任何的歌 对任何的 没有录你自己的歌 我任何的 没有 都没有 那你去校园办是唱 唱别人的歌 唱别人 我觉得就是 没有自己的歌都去办 会很 很奇妙 所以那时候你是唱谁的歌 得到大家的喜欢 去校园 我唱很多啊 唱五月天 林佑佳 罗志祥 我要听林佑佳 你要唱哪一首 我们应该 说谎 是副歌 还是副歌 我没有说谎 我何必说谎 爱一个人 没爱到 难道就会怎么样 我何必说谎 是很感谢今晚的相伴 那些情容就不要拆穿 整个歌词有点 唱错了 我也很不错了 可是我很压抑就是说 这些歌你都很算是蛮常唱的吗 因为我突然考虑你 你就还真的就立刻都可以唱出来 因为当你唱会唱很多歌曲 可是会不会搞乱啊 有的时候会乱 应该会吧 因为有些歌也差不多嘛 有的时候会把这首歌唱另外一首歌 对对对对对 我想好像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嗯 如果有一天 就是 我突然忘了 我突然就是这一句唱唱这首歌 然后下去结果唱到另外一首歌 但是听起来是 感觉是一首歌 后来这样观众怎么猜呢 没有就是 卡 还是要卡就对了 因为有人发现了 对 最后真的可以录自己的这张EP的时候 歌路上有跟制作人怎么讨论吗 这一次